大家好,在今天这个视频里给大家讲一下怎么修复LED电视机的LED背光 虽然这个视频是基于LED电视,里面提到的方法和改进同样适用于其他LED电视机 这个电视的故障是在开机的时候,屏幕上的LED商标亮一下,然后就开屏了 请看一下这个故障的视频 首先用手电筒测试屏幕,把手电筒靠近屏幕,然后测镜仔细观察 如果可以看到显示的画面,那么可以确定图像显示电路是好的,问题出在背光的电路 打开电视机后背后,首先我们要找到电源和LED背光的控制板 从图上可以看到,LED背光是四条线,也就是两个通道 后面我们拆开后可以知道,电视上半部分是一个通道,下半部分是另一个通道 背光问题可能是因为电源LED控制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背光LED条的问题 我这里没有高压的电源发生器,所以没法给背光LED条进行测试 另外因为拆TFT面板有一定的工作量,而且因为是类似玻璃的材料,很容易损坏 所以我决定做一个假负载,测试LED控制板 LED背光控制板上显明输出规格是400毫安110伏 所以美国背光条的等效电阻约275欧亩,攻略约44瓦 图上显示的是假负载电路和实物,在这里我用两个560欧亩的小功率电阻并连做成了一个280欧亩的大功率电阻 这张图显示了如何把假负载连接到电路板上,另外需要拔掉LED背光的插头 这里的测试证明LED控制板的电路是工作正常的 现在需要拆掉电视的TFT面板来测试背光LED灯条 首先需要拆除T型板的保护盖和两个喇叭 把电视屏幕朝下放在一个平整的地方,我直接放在长垫上 把边框拆除后就可以把电视机的其他部分从TFT面板上移除 只留下TFT面板,然后把一些塑料的光膜小心拆除 现在可以看到并逐个测试LED了 任何三伏100毫安的电源都可以用来测试单个的LED 我从eBay上买了没有牌子的背光LED 这些LED说是给LED电视用的 但是我想它的质量应该没有LED原厂的好 所以我并连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分流大概35毫安的电流 以延长给LED的寿命 因为我不希望再拆屏幕去修这个LED 理论上这会影响屏幕亮度的均匀度 但是由于中间塑料光膜的作用 实际上我看不出来有任何差别 更换LED后,需要在300毫安的电流下满负载测试大概几个小时 以确保新换的LED没有问题 把拆下来的部分重新组装好后,电视屏幕恢复正常 下面是一些分析和建议 为什么开机时电视商标会闪亮? 开机时,电视会同时打开两个LED背光通道 此时,虽然只有一个通道,即一半LED点亮 但是足够显示电视商标画面 然后控制电路再检测到任何一个通道固装和关闭两个通道的背光 为什么电视机的LED背光这么容易坏? 很多人知道,LED作为指示电路时是不会坏的 这是因为LED并没有工作在极限条件下 LED作为光源电路使工作状况就完全不一样 电视机的LED背光大部分默认设置在最大亮度 这样视觉效果最好 同时,LED也是几乎工作在最大电流的状态 降低了LED的寿命 另外,27个LED串联也降低了可靠性 只要其中一个LED损坏,整个LED背光就不工作 我该维修能源的建议是 如果不是原厂的LED 建议并联一个100欧姆左右的分流电阻 以延长新换的LED的使用寿命 我该用户的建议是 调低电视背光到75%或者更低 以延长背光LED的使用寿命 这里的电视背光不一定是电视的亮度 LED电视有些是有单独背光亮度调节的 我给厂家的建议是 修改设计,用两个LED并联 这样每个LED工作的电流只有一半 这也许会增加一点成本 但是会大大提高产品的可靠度和厂家的声誉 谢谢大家